校園服裝蠅容逐漸鬆綁 不過高雄參旅大學 卻要求學生不管平夏日 只要入校就得穿校服 也不能將頭髮染成非自然髮色等等 台學聯認為已經侵害學生基本權力 對此高參大回應 種種規範在入學前的規章辦法 就已經明定 因為學生未來求職走向是餐飲旅宿 對於衛生蠅容有一定的規範 才會希望休學期間就能養成 與海外廠商面試 或是在校內實習飯店工作內容 都能看到高雄參旅大學的學生 穿著制服或運動服 台湾學生聯合會進來 發現各大學都有不合理規範 點出高參大師要求不分平假日 學生入校就得穿校服 還不能將頭髮染成非自然髮色 甚至校內有服役纠察隊取締 還會強制住宿並實時宵禁 我們在高中的時候 就知道進來這所學校 會有照穿制服這個規定 所以我那時候也覺得還好 因為你不穿也沒辦法上班 所以還是要穿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在大學來講 其實還好 沒有那麼必要 高參大學生證實入校都得穿校服 但這些規定讓台學 連認為侵害學生權益 也發現許多學生規範 都是校內行政會議通過 因現行法規中 沒有強制學生代表列席 但同無法讓學生充分表達意見 呼籲朝野立委修正大學法 對於指控校方書面回應 是考量觀光餐旅 航空業都有穿制服 為了增加競爭力財力規範 非專業課程期間 以放寬規定 服役 宿舍等規定 也不斷跟學生溝通 所有規定在招生簡章 及入學通知書都有載明 盼外界以開放尊重的態度看待 記者王庭孟昭全高雄報導